看到楚一兰的第一眼 沈莲一下子合并双腿 脑子也短路了 只因她是弯的 面上看起来也性难训 实则性取向为难 可喜欢男人 跟有没有喜欢的男人 是两个概念 更难以启齿的是 沈莲偏向于坐下面那个 奈何她凶名远播 后来成为顶流巨星 身边多的是恭恭敬敬 阿谀奉承之辈 没人能震得住她 沈莲有时候都为自己感到悲哀 总不能到死 连男人的味道都没尝过吧 同时这人又十分挑剔 宁可孤独终老也不愿意将酒 直到此刻见到楚一兰 她突然明白了自己穿梳的意义 不是 楚一兰完全是照着她的XP找的呀 这是什么概念 猛虎归山 饿狼食肉 楚一兰注意到了沈莲眼中的风云变换 但她不在乎 男人拿起桌上的一杯酒 然后对着沈莲的头娇了下去 包间里静悄悄的 只剩下轻微的水流声 都想着沈莲该哭了 一确 按照原剧情 原生就是这一下情绪失控 进而找死 但沈莲坐在沙发上 屁股都没抬一下 她跟楚一兰安静地打量着彼此 这人不一样了 楚一兰微微醋眉 就这么一个微表情 沈莲没忍住舔了下唇 她随后将凌乱的头发往后一褶 露出光洁的额头 明亮的灯光下 众人这才注意到 当沈莲收莲起未缩讨好的笑 原来长这样 那是一双笑起来有些勾人的寒情也 不知是心里委屈还是酒水遮的 此刻沈莲眼尾泛红 近着水珠 眉心如走竹 后出的清俊又恰到好处地 压下了这么焦筋浪荡 随之沈莲就笑了 她似乎并不在意楚一兰的针对 又抬手解开了两颗扣子 领口湿搭搭的 很难受 做完这些 沈莲往沙发上一靠 仰起头看向楚一兰 轻轻挑眉 解气了 众人 你是疯了吗 楚一兰有一把好嗓子 低沉 撩人 此刻却透着威胁 解气如何 不解气又如何 言下之意 你都死定了 沈莲眯了眯眼 从尾椎骨涌来一阵阵酥麻 老天爷 说你不讲理吧 你还挺够一起的 楚一兰这声音都让她有些腰软 果然 人长久的不开婚 一开就要命 楚一兰视线下移 不由地落在沈莲白皙的锁骨上 很漂亮 就是有点瘦 沈莲勤着笑 如果楚也解气了 就请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 如果没解气 可以再来一杯 谁知这话引得男人大动肝火 楚一兰俯身一把捏住她的下巴 凑近了些 高抬贵手 你看着我脸上的巴 觉得我还能高抬贵手吗 巴怎么了 沈莲说完 忍不住伸出手 看样子似乎想碰一碰 楚一兰眼眸皱沉 转而抓住沈莲的手腕 找死 有没有巴 都很好看 沈莲发自肺腑 她也凑近了些 这下两人几乎脸对着脸 鼻尖只差着半指的距离 连彼此的呼吸都清晰可查 浓烈的酒气混合着几分沉默味道 果然 是我的菜 沈莲确定 这种直击面门的雄性力量 令人着迷 郑哥那个没品的东西 楚一兰眼底闪过寒意 一把将沈莲甩开 对此沈莲也理解 毕竟谁也不知道她换了心儿 而在楚一兰看来 自己就是害她毁容的罪魁祸首 明天过后 你的名字就会在娱乐圈 被彻底抹掉 准备好赔偿巨额违约金了吗 楚一兰不介意袒露目的 她就是要赶尽杀绝 谁知沈莲面不感色 没准备好 所以我由衷希望楚也可怜可怜 凭什么 那碗木屋的事 真不是我做的 沈莲从原主的记忆中 找不到一丝相关的痕迹 这不对劲 原主醒来后也在医院 说明在此过程中 她很有可能处于昏迷状态 你装什么呢 刚才回答过沈莲问题的男人忍不住 她是楚一兰的朋友 叫冯月山 谁不知道你是周堂斯的老天狗 连带着郑哥都没少被你针对 那碗放火的 除了你还能有别人 放火我不认 但针对郑哥 我不反驳 冯月山冷哼一声 觉得沈莲这话说的犹如放屁 沈莲却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她目光散烂 然后突兀的沈笑一声 像是有什么情绪忍到头了 不想忍了 沈莲继而看向楚一兰 一字一句 如果不把郑哥赶走 你怎么能看到我 楚一兰瞳孔然一缩 沈莲神色自嘲 又透出些许癫狂 楚爷 我不喜欢你的眼神落在别人身上 以后凡是你多看一眼的 我都不会放过 来吧 让你们看看顶流隐蔽的实力 不夸张 沈莲短短两句话 给包奸炸的人养马翻 包括楚一兰 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看沈莲那生情病茂的样子 楚一兰默然笑了 这就是你想的保命办法 来 沈莲 向我证明一下 沈莲顿时春心大动 这可是你说的哦 不等众人反应 沈莲站起身 男人高沈莲半个头 这张脸怎么看怎么喜欢 而沈莲是个想要什么 就会全力去争取的人 于是久经助阵 色字当头 沈莲轻轻点脚 众目睽睽下 在楚一兰脸上 伤疤的位置稳了一下 很轻 像是羽毛拂过 沈莲轻丸连忙扭过头 很不好意思 这下不仅眼尾 整张脸都红了 那什么 我第一次 你多多包涵 如果不满意 我可以再练练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楚一兰长久的没动 只愈下眼底 翻滚着汹涌的墨色 沈莲见男人不说话 试探性 不行吗 行行行 冯月山被刺激疯了 他双手护在脸上 主打一个非礼物事 但眼睛瞪老大 指缝的空隙足够来回 穿梭两条胖井里 沈莲诧异的看向冯月山 我又不亲你 你别想占我便宜 冯月山 一片死寂中 楚一兰抬手拍了拍沈莲的脸颊 不轻不重 伺要算长 但是不等他说什么 沈莲突然猝眉按住额角 我觉得 他像被人迎头一棒 短短一秒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楚一兰下意识将人接住 然后他皱眉摸了下沈莲的额头 胖的都能拿来煎鸡蛋 沈莲做了一个好梦 梦里他被楚一兰按住了 男人身上的肌肉线条 比他的事业线都清楚 天菜 鲜皮 没人能理解沈莲有多满意 又有多动心 等睁眼 注目是明亮白晶的天花板 沈莲动了动纸间 浑身都像被人捶过一样 他觉得这副身体好似大病出狱 沈莲抬头看了眼墙上的钟点 顿时吃了一惊 他非离楚一兰都是前晚的事情 沈莲暂时顾不了那么多 他身上黏乎乎的 着急洗漱冲澡 等从浴室出来 正好有人敲门 沈先生 您醒了吗 请进 来人是位稍有发福的中年女性 头发扎得一丝不苟 面容老实且和善 我叫王秀芬 沈先生如果不嫌弃 喊我芬衣就行 沈莲轻轻挑眉 按照书中描述 芬衣是照顾楚一兰从小长到大的老人 两人关系清静 哪怕楚一兰成年后孤僻冷漠 后来成为反派 身边也一直留着芬衣 也就是说 他现在在楚一兰家里 沈莲有点意外 又有点高兴 芬衣做饭好吃 沈莲一口气炫了三碗青菜粥 一碗鸡汤 他长相漂亮 嘴巴甜得没话说 三两句给芬衣哄得乐乐呵呵 吃完饭 沈莲拿回自己的手机 谁知刚一开机 信息跟雪花一样飘洒进来 屏幕都卡顿了两秒 原生还用着一款旧手机 可见经济并不富裕 也是 都快糊到粘锅了 就算逃过前晚 大体的境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下一秒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钱高 原生的经纪人 沈莲点了接通 沈莲 你是不是想死 对方气急败坏的声音都不用开免提 昨天给XC品牌拍摄广告 你为什么没去 耍大牌 你现在有耍大牌的资本吗 现在就给我滚过去 拍完了我再收拾你 人活着就要挣掉窝囊费 如今这样还挑剔什么 沈莲懒洋硬跑 知道了 以原生当前的粘锅程度 肯定没有保姆车接送 甚至连个助理都没有 按照手机里的地址 沈莲打车过去 为了防止被人认出来丢香蕉皮 她还是戴了口罩 但露出的一双眼格外毅力精致 司机师傅忍不住瞄了好几下 拍广告对沈莲来说就跟喝汤一样简单 她想着速战速决 还要回楚一栏那 抵达拍摄现场 工作人员来回匆忙 沈莲抓住一个 摘掉口罩问对方 您好 打扰一下 我去几号拍摄厅 小姑娘愣了愣 被突然对脸的盛世美颜金的半赏乌语 慢慢的 她觉得眼前的人有点眼熟啊 沈莲 对 小姑娘 她之前见过沈莲 青年被经纪人带来拍摄场地 低着头拱着腰 神色是透着些可怜的讨好 哪里像现在 感觉日光都没她耀眼 小姑娘一个心软 我带你过去吧 沈莲扬起唇角 多谢 路上 小姑娘忍不住提醒 你昨天没来 赵大摄影师发了好大的脾气 嗯 沈莲应道 我昨天发烧了 起不来 小姑娘眼中的同情更深了 都知道沈莲即将成为公司妻子 所以着急榨干她最后的价值 于是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 铁人也扛不住 到了 小姑娘将她带到三号拍摄棚门口 沈莲再一次表达了感谢 一进棚 就听到嘲弄戏谑的声音 沈大明心舍得过来了 说真的 跟一个菜逼合作 挺搞心态的 但沈莲便宜 双方公司一分 相当于白嫖 沈莲立在门口 看向摄影师赵瓣 态度谦卑恭敬 抱歉 是我爽约在先 今天听您安排 怎么拍都行 赵瓣一正 随后打眼一瞧 赵瓣这才发现 对方虽然就穿着 简单的黑裤白衬衫 随便抓了抓头发 但神色懒洋洋的 情绪在收敛 傲气都能从五官透出来 一下子就契合上了 她想要的感觉 这沈莲 怎么像脱胎换骨一样 赵瓣是个非常注重感觉的人 连忙招呼工作人员开整 十分出乎意料 沈莲的镜头感非常好 青年占据一米八的身高优势 虽然偏瘦 但比例匀称 腰线随着动作间的褶皱清晰展露 那张漂亮的脸上 带着游刃有余的气势 赵瓣抿了抿唇 示意沈莲换个姿势 他都没戏说 沈莲就调整成了他想要的样子 青年淡淡一笑 三分撩拨七分疏离 吸引人去看 又不敢靠近冒犯 赵瓣渐入佳境 下意识精益求精 皱眉说不够郁 但广告商要求就这身衣服 款式常见的黑色衬衫 发挥空间不大 沈莲闻眼点头 表示了解 沈莲四下一扫 随后眼神微亮 快步走到一张桌前 取出插在里面的红玫瑰 然后将半瓶水全部泼在了胸口 做完这些 沈莲转身看向赵瓣 仍旧是那副松石自由的样子 眼神却瞬间戴上了钩子 沈莲坐在椅子上 双腿随意摆放 手里把玩着那只玫瑰 就一临场发挥 沈莲上辈子是个大镜头下的蠢 那些摄影师喜欢什么 他都做了个七七八八 沈莲试了胸膛 勇婉颓败 是漆黑夜色中开至镜头的玫瑰 即将面临凋谢 又香味肆意 好像用力一挤 愁力的汁水就会一满掌心 令人头皮发麻的性张力 照板按下快门的同时 只觉得口干舌燥 而整个拍摄棚固之何时安静下来 大家停下手中的工作 认真盯着沈莲 习惯了 沈莲很淡然 毕竟上辈子 她套在头上的每一样光环 都是用实打实的战绩换来的 原生跟她有着一样的脸 没道理书 照板原本觉得多拍沈莲一张都是浪费 现在好了 整个相机里全是她 计划一个小时结束的任务 硬是不死心的拍了三个小时 没办法 太好看了 沈莲下午出来的 现在都到了日落时分 拍摄结束 照板说话就客气多了 沈老师 你这深藏不露啊 沈莲也不反驳 之前公司要求人设 没办法 照板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原来是这样 那沈莲的公司还挺没眼光的 后续工作交代完 沈莲打车原路返回 空闲下来 沈莲就有时间想想楚一兰了 越想越是个心花怒放 没错 她见色起义 她缠楚一兰身子 她下贱 但是讲道理 舞台solo28年 猛个遇到心仪的crash 那种眼前炸开盛世烟花的滋味 对沈莲来说太难得了 沈莲是个满足欲很低的人 因为上辈子她什么都有 可线下心里惦记起一个人 竟好似一下变回了矛头小子 心中小路乱撞的 至于原生留下的烂摊子 沈莲觉得也不算很烂 她这人 用粉丝的话来说就是 头铁 命硬 曾经多少想要沈莲死的 没一个能卷过 也没一个能熬过的 而昨天昏睡的时候 沈莲又把书中剧情 全部过了一遍 没啥有营养的东西 通篇都是周唐思 跟郑哥的感情拉扯 原生炮灰 没出场几次就死了 倒是楚一兰后期遭受了不少 这让沈莲多少不高兴 楚一兰父母早亡 没怎么感知过亲情 郑哥一句 以后我来做你的家人 崩破了他的心理防线 可郑哥完全拿楚一兰当备胎 主角间所谓的惊心动魄的爱情 践踏的都是别人的人生与付出 沈莲很不喜欢 等等 沈莲突然出声 师傅 麻烦您路边停一下 三分钟 我家是快 师傅自然没意见 沈莲下车后小跑去花店 买了捧红玫瑰 她喜欢谁 就乐意哄着宠着 等沈莲回到楚一兰的别墅 天都黑了 她哼着哥卖上台阶 谁知不等暗铃 门就开了 楚一兰站在门口 浑身力气激荡 沈莲眨了眨眼 怎么了这是 楚一兰带沈莲回家 除了一些说不清的东西 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就像无聊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撒娇犯蠢的玩物 便想看看对方 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而今天楚一兰到家没看到人 怒火就开始在胸腔沸腾 还她 楚一兰忽然出手 一把拽住沈莲的领口 因为站位远步 沈莲猛的前扑 差点跪台阶上 楚一兰力气太大了 几乎是提着她 男人深刻的五官 在夜色中像一把 寒芒闪烁的利刃 跑都跑了 怎么又回来了 楚一兰满目讥讽 怎么 周唐斯不帮你 担心我报复 于是又夹着尾巴 话没说完 一捧玫瑰被送至面前 紧跟着 更加毅力的面容 在从玫瑰背后出现 沈莲笑着说 没跑 这是专门买来送你的 喜欢吗 躺一炮弹对脸轰 楚一兰的怒火被一脚踹袭 确实没反应过来 我走哪去啊 沈莲好像一点都不介意 楚一兰的野蛮 带着几分安抚意味的说 怪我 忘记让芬义给你留个口信了 我以为我能提前回来的 楚一兰是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 并且痛恨欺骗 沈莲顺毛摸 你要是还不信 那我轻轻 她轻轻嘟着嘴就往上凑 楚一兰没见识过 耳根一噪 赶忙将人推开了 两分钟后 沈莲很自然地站在玄关处换血 楚一兰立在一旁 僵硬地捧着玫瑰 终于 楚一兰开口询问 去哪了 工作呀 沈莲回答 昨天烧昏了 错过了一个广告拍摄 今天经纪人来电话差点没喷死我 今天给你买完花 我银行卡里就剩八百八 沈莲说完又觉得不合适 男人不能挣钱还有啥面子 于是沈莲急忙找我 但是你别担心 娱乐圈我输 肯定有机会 等我下次给你买更大跑的玫瑰 楚一兰听着 心口被猝不及防捶了一下 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这些话 有饭吗 沈莲问 好饿呀 楚一兰叫了生分银 分银做的一锅炖太香了 吃饱喝足 分银去厨房收拾 沈莲就得跟楚一兰谈点事 那啥 楚一兰您既然带我回来了 那我就在这里住一阵子呗 楚一兰掀起眼皮 你脸皮什么做的 沈莲嘿嘿一笑 主要没地儿去了 我可以交房租 楚一兰 用什么交 这捧玫瑰 还是你那八百八 别啊楚一兰 你信我 沈莲说 最多三月我就能挣到一笔大钱 楚一兰只当沈莲在满嘴跑火车 她的视线随后落在手边的玫瑰上 楚一兰这辈子没怎么说到过话 也不喜欢花 可沈莲这次 像是堵住了她心上的一个小缺口 楚一兰牙字必爆 但滴水之恩也不会忘 算了 放出去也是饿死的货 这么喜欢 沈莲眼中发光 那我往后每天都送你 楚一兰冷着脸 再废话给我滚出去 沈莲笑意欲加浓烈 所谓的反派 其实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这点让沈莲觉得可爱极了 送 以后送花海 大片的 当晚 临睡觉前 沈莲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 看到钱高两个字 她意料之中的笑了 今天那三个小时 时间不是白花的 钱高本以为赵板 要把沈莲骂得体无安肤 搁了一整天就算了 资质还差 万万没想到傍晚广告商 打来电话 对成片赞不绝口 顺便夸赞了沈莲的容貌跟镜头感 甚至于一个合作商 还暗自打听起来 有跟沈莲吃饭的意思 这叫钱高不得不重新 衡量沈莲的价值 钱高手头目前 攥着两个综艺 收视率都一般 所以急需一个 极具争议的话题 一或者几天人物 钱高想到前段时间 沈莲面临的拳网黑 热度还在 记上心来 钱高约了第二天面谈 沈莲欣然答应 沈莲的卧室就在储益栏旁边 分衣在一楼 心意不上来 沈莲洗澡前 感觉到轻微的炫愈 她缓了几秒 根本没当回事 结果热水一冲 涂目欲汝的时候 就觉得不对劲 耳鸣汪汪的 沈莲突然想到原神有心脏病 她吓得哆哆嗦嗦 穿上裤子就往外跑 结果人有失手 高估了这具身体 沈莲表演了一个平地帅 就在浴室门口 脚踝还磕在了推拉门上 当即疼得轻撕一口气 过了好几秒 沈莲才听到有人敲门 她进来拾门只是虚掩着 因为还想着出去捣水 紧跟着 外面的人耐心告情 推门而入 厨一兰刚从书房出来 正好路过 沈莲白T恤大裤衩 厨一兰看到的瞬间 眼眸就伸了身 因为沈莲穿的是她的衣服 没办法 沈莲还没来即将行李搬来 晚上睡前跟芬衣提了嘴 芬衣立刻就从小房间 找来几件 土一兰早就不穿的 小兰接手公司后 就拒绝这些孩子气的衣服 八成星 你不嫌弃吧 沈莲当然不嫌弃 此刻 沈莲坐在地上 白皙的脚踝肿了起来 摔破了皮 血色渗出来 厨一兰很想问一句 你是猪吗 却在看到沈莲明显发白的唇后 忍住了 厨一兰皱眉上前 一边扶着沈莲起身一边问道 怎么摔的 低血糖吧 沈莲也不确定 但心脏病什么的说出来太夸张了 等她抽空去医院检查一下 厨一兰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 你自己的身体 自己都不清楚 沈莲笑道 也是最近太忙了 厨一兰接了句 那可以不干 沈莲不由地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厨一兰 这话听起来 有意思 厨一兰不明所以 挑了下眉 太有攻击性的人 不管何等出挑 总是让人忌惮的 厨一兰就是个中代表 她五官总是锋利且冷峻 可沈莲不怕 你别这么看我 沈莲轻声 厨一兰手上的温度一下子就凉了 她脸上的疤 我是LSP 太帅了我真的控制不住 厨一兰无语 她很想找个交代 给沈莲嘴巴封起来 这些话都是跟谁学的 一套一套的 厨一兰拿来医疗箱 沈莲不敢真的让她动手 忙说我自己来 厨一兰站在一旁 到嘴边的话忽然就忘了 她看到明亮的灯光下 沈莲脚踝的肤色慈白一般 宽大的T恤裤裤子 衬得青年腰身更细 沈莲沾了沾点服 疼了就微微皱眉 一声没叫唤 等沈莲收拾好医疗箱 厨一兰沉声 工作太累可以不做 沈莲抬头 发现厨一兰的神色 透着几分认真 这一下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 厨一兰可以养着沈莲 可养着的原因 却颇为耐人寻味 试探 报复 似乎都说得通 沈莲也清楚 厨一兰没那么容易跟自己和解 一旦答应 就成了厨一兰放在家里的劝 至少外界都会这么看待 如果厨一兰再狠一些 可以等自己爱上她 然后一脚踹了 可谓诸心之举 但是更深的 沈莲还是能够感觉到一丝丝妥协 她突然很心疼 厨一兰讨厌温暖 却又不自觉向往着 因为不介意她脸上疤痕的一句喜欢 也因为内魂没归 厨一兰可以给沈莲一个机会 哪怕这个机会只有一次 走错便是唤醒一头野兽 面临着万劫不复 沈莲也很心疼 不行 沈莲面色春风荡漾 楚爷 工作不累 我要挣钱 我想养你 厨一兰白眼 我就多于问你一句 厨一兰不知道的是 上辈子不管是沈莲的真爱粉还是黑粉 唯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高度共识 那就是沈莲此日 骚 明骚 她对喜欢的事物表达起来清晰大胆 堪比孔雀开平 而楚一兰最怕的就是支球 结果沈莲一闷棍一闷棍地挥舞 丝毫不带停歇 沈莲成功将楚一兰逼回了房间 楚一兰一走 沈莲好了伤疤忘了疼 忍不住抱着被子滚了好几圈 她当当似乎看到楚一兰耳朵红了 楚一兰回到卧室猛灌一杯冷水 一日清晨 等沈莲醒来 楚一兰已经去公司上班了 她慢条四里吃干净分衣做的早饭 然后去前高指定的咖啡厅 前高一米六五左右 长相平平 有些秃顶 三十多岁 但眼含金光 能在经纪人圈子混出名堂 心眼不会少 前高原本大爷们样坐在沙发上 看到沈莲的第一眼还是鄙夷的 但是很快第二眼追来 然后难以置信地眨了眨 一个人气场地转变 会使得她前后完全不一样 沈莲在前高对面坐下 前哥好 前高 找了半天 没个合适的词 前高是叹性 受什么刺激了 没钱的刺激 沈莲拥懒一笑 穷啊前哥 有什么适合我的通告吗 他竟然会反驳 惊诧至于问道 为什么 沈莲大大方方 不想让喜欢的人误会 另一边 在办公室听到这句话的 储一兰后背绷紧 沈莲猜得没错 储一兰不会全然相信她 而在沈莲衣服上装的 小小的窃听设备不算难时 前高愣了下 紧跟着差点跳起来 劈头盖脸骂道 你是不是有病 说了多少遍了 周唐斯瞧不上你 人家甚至都没有正眼瞧我 还不想让喜欢的人 不是周唐斯 沈莲就没打断 我对傻叉没兴趣 前高 我不喜欢周唐斯 沈莲也不管这句话 说出口可信度多低 总之钱哥你给我个机会 冒险综艺我能玩 钱高根本不会同意 沈莲如今这近况 没他选择的份 手机嗡嗡震动 钱高一边神色警告 一边掏出来 然而不知看到了什么 钱高的神色很快就变了 过了足足半分钟 钱高问沈莲 想好了 冒险综艺 沈莲点头 嗯 钱高敲定 行 那就这个 三天后报道 沈莲不在乎 钱高为什么突然态度转变 顶多前方埋着坑 钱哥 沈莲继续 之前的通告费 公司多少也该借给我点 你想都别想 钱高唾沫扎子乱飞 你之前非要掺和周唐斯 跟郑哥的事情 给公司带来多大的负面效应 赔偿款都够你光屁不上街了 别给脸不要脸 这次再迟到 你给我试试 沈莲微微眯眼 很多年了 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钱高莫名心头一凉 剩下的狠话就咽了回去 沈莲心中冷笑 之前谁催着原声跟周唐斯保定 说什么黑红也是红 赚过了流量线下翻脸不认人了 也行 等这个冒险综艺参加完 差不多解约 宽敞的办公室内 楚一兰面色阴沉 她以为沈莲卖财 原来是真的 被压榨成这样 难怪银行里就剩那点钱 扣扣扣 助理敲门 楚一兰进来 助理小心翼推开门 神色带着几分莫名跟忐忑 楚一兰不喜欢手下人这种牛样子 正要说什么 就看到了助理怀里的花 楚一兰视线一整 抿了抿唇 一捧着花进来做什么 一捧粉百合 气味清香 助理低声 有人送到前台 说是给您的 助理捧着花上来时收到了一万个注目 楚一兰是商场活颜望 本就性格冰冷 容貌受损后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根本没人敢对她表示好感 过了片刻 楚一兰说 拿过来 助理不应该让她直接扔垃圾桶吗 助理将百合轻轻放在了楚一兰面前 男人修长的指尖在花中翻动 很快夹出一张贺卡 贺卡沾染了香味 上面的字迹清俊有力 玫瑰有些贵 这树别嫌弃 楚一兰就这么发着呆 楚总 助理在楚一兰脸上看不出什么 小声问道 怎么处理 这点小事需要问我 助理心想OK 我这就扔垃圾桶 办公室没有花瓶吗 简单的插花不会吗 楚一兰吃笑 你可以再蠢一点 助理走后 楚一兰看着屏幕上的文件 脑海中却不断回忆着 沈莲那句清晰从容的话 不想让喜欢的人误会 许久之后 楚一兰露出一个 冰冷嘲弄的笑 随便吧 于她而言都不重要 只是无聊时的调味剂罢了 楚一兰合上眼睛 熟悉的黑暗从周身包裹 她曾经短暂的相信过很多人 可结果是什么 人心 最不值得抱有希望 助理将百合插好 随后放在了门口的小台柜上 叶子上水珠晶莹 楚一兰一抬眼就能看见 沈莲跟钱高分开后 回了趟出租公寓 说是公寓 实则面积不过20平 楼上一张床 被入凌乱 沈莲一意整理好 公司安排的地方 很多东西她带不走 最后一合计 也就半行李箱的东西 沈莲赶在天黑前 回到了楚一兰那 一进门 就看到楚一兰正坐在沙发上 看财经杂志 男人双腿交叠 低头至于都能看到 漂亮冷峻的轮廓 沈莲欣赏了几秒钟 小兰还会接沈先生的花脸 明星大胆向前冲 就是沈莲接下的综艺 她利用中间三天的时间 翻看了过往两季 得到的结论是一般般 走得丛林冒险风格 断木 鸡流 蚊虫舌影 野兽出没 听起来很有意思 实则参与嘉宾只能玩出一点点进度 因为一个个都是脆皮 磕碰半岛节目组继继 如临大敌 根本视展不开 所以说到底 主打虐粉路线 大排明星请不到 来的多数都是些影视剧常客 哪怕念不上名字 也能混个脸书 或者网红歌手 再不计还有资本塞进来的新人 至于那些关卡项目 沈莲轻轻一笑 这跟肖肖乐有什么区别 参加综艺这天 沈莲七点起床 初来没看到楚一兰 听分音说她五点多就去公司了 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沈莲心想 因为她也是个工作狂 这三天沈莲有加楚一兰 联系方式的意思 但楚也不给面子 说有事找助理 老规矩 沈莲自己打车去拍摄场地 明星大胆向前冲的常驻嘉宾 一共三人 两男一米 赵玲 三十岁 一米七八 京大电影学院毕业 参演的电视剧非常多 表演天赋很高 奈何形象上不符合 如今年轻人的审美 国字脸 长相忠厚 是团队里的老大哥 李家伯 二十七岁 身高一米八 刚出道的时候因为模样白净 性格开朗掀起了不小的水花 简称阳光难大 但是没遇到一个好公司 之后接的全是综艺 那点灵气很快耗光 于是逐渐转向邪性路线 如今不温不火 常驻女嘉宾 朱盈玉 二十五岁 一米七 长相清秀 曾经凭借一首冬夜里的梦 火了一把 但之后发表的专辑全部表现一般 不过好在唱跳能力不错 公司最近有意让他跟一个新人组合再战 而除了常驻嘉宾 剩下就会邀请三到四名临时嘉宾 拍摄地点在一处保存完善的半原始丛林里 当年为了这块地 投资商耗费了不少财力 如今自然希望能多赚点 外边的安全区域内 则临时搭建了休息屋 跟一排员工宿舍 条件实在不怎么样 还挺远 沈莲打车费就花了小二百 他从原身一堆审美堪忧的衣服里面 找到了两件能穿的 深灰色工装裤搭配蓝色T恤 然后背了个包 里面就一件外套跟几样洗漱用品 工作人员见沈莲从出租车上下来 以为是同事 结果在定金一筹 愣住了 他带沈莲去了休息屋 常住嘉宾都在 沈莲逆光立在门口 只见清俊挺拔的轮廓 他跟三人一一打招呼 沈莲嗓音好听 偏向于网上形容的公子音 缓慢说话时 让人有种如故春风的舒畅感 赵玲等人原本乐呵呵的 直到听见沈莲的名字 笑容就变得僵硬了 毕竟一个月前 沈莲还被图绑弩骂 吓得工作室跟本人微博全部暂停 粉丝跑得七七八八 眼瞅着就要胡了 谁知人家发了个面 来了这档综艺 赵玲等人不说话 沈莲也无所谓 他单肩背包走进来 巡视一圈找了个角落位置 就一张单人 很适合他 光影鲜明 新年的五官与气场就清晰起来 李家伯眼底原本有几分隐藏的幸灾乐祸 此刻突然就消失不见 沈莲姿态闲适 右腿横曲 搭在左膝上 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全是大佬做派 赵玲三个面面相去 神色都有些困惑跟茫然 可是好帅啊 朱盈玉心想 很快 剩下的三位嘉宾前后赶到 与此同时 摄像组也跟了进来 为了噱头 节目开场前的自我介绍 这一段是现场直播 就要看嘉宾们最真实的样子 几乎是一开播 就有观众涌入 三剑客好久不见了 盈玉姐姐贴贴 快快快 我的方柯 临时嘉宾方柯 23岁 通过两部网剧爆红 如今发展前景很好 粉丝年性也不错 浓眉大眼 活力满满 素素加油啊 冯素素 27岁 另一位女嘉宾 身高1米68 一头利落的酒红色短发 是名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 COS的角色人物经常出圈 最近有往娱乐圈发展的趋势 剩下的是谁啊 我很期待 而为了调动观众胃口 副导演都亲自上来了 笑容杨一道 这次我们还请了一位中两级嘉宾哦 话音刚落 镜头给到门口 一身白色运动服的青年笑着走进来 从头到脚 无意不是精心打理过的 五官分明 皮肤白皙 尤其是眼睫毛 毛茸茸的 一米七八左右 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 第一眼就让人心生好感 可以说比较可爱了 卧槽 郑哥 哦吼啊 沈莲挑眉 他终于明白那天在咖啡厅 为什么钱高会松口 这群逼真打算拿他几天啊 要知道郑哥的粉丝才撕完原生 情绪都还没下去 还有就是不管任何时候 小三的身份总是人人喊打 诚然 每一次都是周唐斯叫原生过去 可最后为了郑哥的名声 周唐斯能毫不犹豫牺牲原生 为他的心上人造势 可以 这下暴点噱头 私逼争斗 什么元素都有了 还拿不下观众 果不其然 因为郑哥工作室蛮得密不透风 粉丝这才得到消息的 我要杀了工作室 竟然不说冒险游戏啊 小哥才扭伤脚出院 参加这种节目不会复发吗 真的好担心 呼叫周总 快把你家小哥带走 网上磕CP的不少 郑哥这阵子气运绝佳 弹幕清一色都是夸赞的 而他的形象利压方科跟李家博 新嘉宾就三位嘛 嗨嗨 副导演轻壳一声 还有一位嘉宾 说到这里副导演诡异的 倒不是故意的 而是他也觉得难以启齿 最后 副导演跟烫嘴似的快速喊出两个字 沈莲 你再说一遍谁 啊呀 我要打车过去弄死沈莲 狗东西怎么老馋的小哥 阴魂不散了 镜头适当给过去 沈莲不知何事站起身 靠在椅子旁 直观可见的两条大长腿 他瞧着不怎么高兴 毕竟拿的是寄天剧本 但没有一贯挡住眉毛的刘海 青年的长相在傲慢加持下 变得极具冲击力 沈莲双手插动 对上众人的视线 轻轻点头 你们好 讨好产没什么的不可能 该怎么玩就怎么玩 不惯着 不用看沈莲都知道 网上是怎么骂自己的 而正哥在见到沈莲的那一刻 整个人都不好 他笑容僵住 眼神变幻莫测 有隐藏至深的忌惮跟愤恨 可他似乎很快意识到 这是在镜头前 那些不好的情绪 眨眼间退去 凝聚成眼底的妥协 跟云淡风轻 哑声开口 好久不见了 沈莲 沈莲心到这演技可以啊 网上一些黑子干嘛抹黑 正哥在演戏方面是花瓶 沈莲点头 好久不见 靠 委屈死我家小哥了 我去 无意间点进这个综艺推荐 这位身穿蓝色T恤的帅哥是谁 三分钟之内 我要知道他的全部信息 楼上的 沈莲你都吃得下去 你别说 这改的有点意思 大家决定在观望观望 但不管怎么说 正哥与沈莲的碰撞 效果远比节目组期待的好 节目组原本打算让沈莲吸引火力 观众的负面情绪全部打包给他 镜头不用太多 反正这人做死能力很强 窝囊桥段有两个 起到一个挑动情绪的作用就行 谁知此刻众嘉宾站在一起 沈莲轻松傲风 让人一眼就注意到 而这类人 无疑是摄影师偏爱的对象 发现镜头对着自己的时间有点久 沈莲眯了眯眼轻轻一笑 谁也没注意到 沈莲万年不动的微博粉丝数呀 正在缓慢增长 中午吃个盒饭 下午正式开拍 仍旧是直播形式 休息屋内 气氛十分诡异 几乎没人说话 沈莲 里面点饭够吗 朱盈玉上前 捧着自己的盒饭 里面的米饭给一分为二 正哥朝这边看了一眼 沈莲抬头 还行 你吃不完 嗯 朱盈玉点头 我需要保持身材 沈莲将自己的饭盒递出去 那你倒给我吧 不知节目组是不是故意的 沈莲的盒饭分量少不说 里面多的是素材 比起其他嘉宾的三婚一素 简直磕沉 节目组也在等 等着沈莲来情绪 一会儿开播就有看点 谁知这人伪如老狗 朱盈玉给沈莲扒米饭的时候 顺便将自己的红烧肉 跟青椒酿肉分一些给他 沈莲看了看朱盈玉 低声多谢 朱盈玉笑笑 等朱盈玉做回去 目睹全程的冯素素 忽然咬着筷子开口 盈玉姐跟谁关系都很好爱 朱盈玉今天干马尾 打扮利索 冯素素则一身糖果色穿搭 不像便服 更像是某个动漫人物 朱盈玉对上冯素素的目光 莫名有些不舒服 下一秒就听沈莲懒洋洋开口 我没记错的话 朱盈玉比你小 冯素素的睫毛一颤 沈莲补刀 小两岁 刚刚公布嘉宾信息的时候 沈莲将所有人的都记住了 冯素素不说话 低头吃饭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他不太高兴 哎呀 差两岁也没什么呀 李家伯跳出来打人场 笑眯眯的同冯素素说 你应该多向沈莲学习 人家心理素质无敌 他说话总是笑意盎然 恰好遮挡住原本的敌意 就好似开玩笑一样 冯素素神色一变 突然想到了沈莲的定位 这个节目的出气筒 于是冯素素重拾信心 放下筷子夸张的咳嗽两下 沈莲 能传授一下经验吗 脸皮厚 沈莲接到 够后就行 刀枪不入 冯素素正要笑 就听沈莲继续 不过你天赋一笔 应该不用学 在这个圈子摸爬滚打两天 就融会贯通了 他语气比谁都自然 丝毫听不出阴阳怪气的味道来 还一副前辈口味 像是在认真传授经验 论功力冯素素远远不够 眼角狠狠抽出了两下 李家伯少又不赞成 沈莲 你对女孩子说话客气点吗 你就是整天想着阳光男孩人设 心思才没有用到演技上 你瞅瞅人方柯 出道一年 虽然是网剧 但全是爆款 沈莲还是没从上一世的辉煌中 彻底抽立出来 说起话来挥斥方球 方柯你加油 未来可期 方柯本就是虚心好学的性子 沈莲又是前辈 被他这么一夸 立刻连连点头 好的好的 我会继续努力 赵琳这个老大哥 看沈莲唾沫心子起飞 谁敢上前就开炮 求吻的本能告诉他 最好别说话 证哥将盒饭放下 终于正眼看向沈莲 他神色带着天然的无辜感 与其怜悯且无奈 沈莲你不要这样 我跟唐思 周唐思 沈莲打断 他无法忍受地按了按眉心 诚恳说道 这个晦气的名字能不要再提吗 都给原生玩成狗吗 可以说没有周唐思的利用 跟肆意伤害 原生走不到这一步 证哥恶然 其他人也都像被按了精英键 别说证哥 在场谁不知道 沈莲吃恋周唐思 这些年为了周唐思 做了多少匪夷所思的事情 简直可以成为教科书级别的填口 那是对原生 与沈莲而言 周唐思是个自私自利 刚愎自用 且毫无底线的大傻叉 如果可以 他们最好这辈子都不要有交集 吃饭吃饭 赵琳忍不住喊了两声 节目组 他们本一是搞沈莲心态 而不是让沈莲搞别人心态 后面郑哥站起身时 好像都沉浸在沈莲刚刚那句话 所带来的震撼 整个人显微有些茫然 沈莲散漫又冷漠 既然和平相处做不到 那么她就要用手头的烂牌 炸翻所有人 直播开始 众嘉宾热情的跟观众打招呼 沈莲冲着镜头浅笑 她比谁都清楚 以目前的近况 越是讨好观众 就越是没有观众缘 点到几纸就够了 你别说 沈莲别那副缠媚样子 还是挺顺眼的 她刚出道的时候就很不错 谁知后来越来越偏 帮沈狗说话的人没三观 楼上的 不是人人都喜欢你家正哥 想替你家主子教训人就自己上 别对着正常人狗叫 弹幕夹杂着口水战 很快 节目组发布任务 嘉宾们不用分组 根据路标指引 能在天黑前赶到终点就行 听起来很简单 可丛林里危险不断 更重要的是 节目组不再提供任何食物 哪怕是一杯水 甚至连方科自带的口香糖都没收了 哈哈 猛逼磕磕 沈莲穿上外套 早在队伍最末端 她知道有一架摄影机 外套一摆在空中 划出一劫潇洒的 那张脸也是毫无死角 厨艺兰叼着烟 看着直播画面中的青年 萌色翻涌 一步入丛林范围 阳光就变得浅薄 空气潮湿发昂 水雾顺着一铃往人搏梗里面钻 眼前直被繁茂 灌木依靠着参天巨树 没有多少缝隙 赵林双手插腰 举目似望 路标都被掩埋没了 上一个路标指的就是这个方向 但是越往深处走 就越是道路难见 沈莲想到路标是开拍前一天插上的 节目组会设置难度 但也不会真的将路标藏到天边去 他俯身将地上的松茅拨开 细细找寻着 冯素素倾笑 沈莲 谁家路标埋地里啊 沈莲没理他 很快发现了一串脚印 顺着脚印往前 在一处灌木中 果然有被打乱的痕迹 沈莲拿着棍子拨开 看到了路标 右脸 沈莲沉生 路标在这里 赵林上前一看 面色大喜 拍了拍沈莲的肩膀 你小子可以啊 沈莲倾笑 地湿腻厚 很容易留下痕迹 不是多难 只需要稍微细心点 我走前面吧赵哥 沈莲说 我今天穿的鞋防滑 赵林点头 行啊 这下带路的就成了沈莲 正哥望着她的背影 心里莫名闪过不安 又是一阵跋涉 大家不免口干舌头 沈莲站在一颗大石头上往前看 说了句有泉水 赵林 真的 快快快 可死我了 这里山泉也不少 泉水是能喝的 不过外来人很难发现 都是附近的村民 清车熟路 找山货食用以解渴 诸盈欲好奇 沈莲 你怎么知道的 白胶笋 沈莲指着一处长势低矮 枝叶横向生长的锯齿状灌木 这玩意一般就长在靠近水源的地方 切 李家伯倾笑 沈莲 如果我们白走了 你怎么陪 节目组影会的同李家伯说过 沈莲就是个提供消遣的小角色 偶尔的摩擦冲突是节目的必要效果 他的观众员肯定比沈莲好 所以李家伯嗆起人来毫无负担 沈莲往李家伯脚下看了一眼 那不会 李家伯还要说什么 突然脚下一滑 他竭力想控制住平和 但土地太潮湿了 不过一秒 李家伯就摔了个嘴啃你 哎 郑哥只来得及伸出手 不仅如此 为了张显身材 李家伯今天穿的裤子偏紧 刺了一声 后当半开 露出了一截红色内裤 等李家伯一脸迷茫的抬起头 沈莲这才慢悠悠说道 你好像踩在了一个全眼上 朱盈玉憋笑憋的难受 好在附近还有一个全眼 大家深挖后等泥土沉淀 不至于去喝李家伯的狡气 家伯哥 方克没什么恶意 但也听得出在用力忍笑 你本命年啊 哈哈哈哈 赵灵瞬间破防 这下大家全笑开了 李家伯脸色腾一下变红 他有点恼羞成的 但镜头面前又不好发作 免得被人说完不起 郑哥露出两个酒窝 之后看向沈莲 像是随口一体 沈莲 在家伯踩进去之前 你看到全眼了吧 沈莲当然不会承认 你当我有透视卦 郑哥眼神微微闪烁 然后抿了抿唇 抱歉 我没恶意 沈莲 我也没恶意 你什么态度 我什么态度 靠 沈莲好凶啊 凶吗 很正常的说话吧 别说了 郑哥粉明感激 山泉水皆渴 但节目组没给嘉宾们 任何盛装的道具 大家找来找去一无所获 只能喝饱了上路 沈莲排最后一个 正当他准备再喝两口的时候 一大块泥土滚落在泉水中 沈莲抬头 看到李家伯耸了耸肩 不好意思 没注意提到了 沈莲 没关系 李家伯见沈莲不为所动 转身之际翻了个白眼 他自以为这个角度避开了摄像头 却没想到正好撞在 另一架隐藏摄像头上 在分镜视频中被看得一清二楚 这有粉丝赶紧出来压长 家伯小孩子心性 估计刚才摔了一跤心情不好 正哥粉趁虚而入 就说呀 再者那可是沈莲爱 被人讨厌不是很正常 楼上的 你是出生的时候把脑子忘在娘胎了 路是沈莲带的 全眼是沈莲找到的 人家礼貌排队等最后一个 请问哪里做错 楼上的 沈莲被拳往黑的时候你不在吧 他就是很讨人厌了 回答楼上 我是不在 可即便我在 也知道一码归一码 我看到的就是沈莲没错 李家伯在欺负她 还有 李家伯翻白眼的样子 真的很难看 姐妹威武 早就觉得李家伯长歪了 除了宗立梅一样拿得出手 也不知道凭什么成为常驻嘉宾 这个李家伯 做什么的 办公室内 储一兰突然问